YES 謝謝鮑魚雷吉代表現手 鮑魚鮑魚 鮑魚鮑魚 有一種叫到沒有明天的感覺 還要是說炸掉 來 你打得很棒的才停 繼續這樣 鮑魚鮑魚 還趁緊 安靜 好我們先請鮑魚雷吉跟現場朋友打聲交換好嗎 哈囉 屁屁姐 還有台南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TOMSY 我們是TOMSY 我是梁珊 我是白 我是宇珊 我是老師 耶 這個昨天呢 最新的EP呢 GOTSY GIRL呢 終於發行了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 唱片公司也好厲害 因為先說我們是 全曲目在專輯沒有發行前 都先曝光對不對 對 所以我一直有一個錯覺說 欸 是發片了沒啊 喔 終於發了 終於發了 對 而且這一次呢 我們還有24頁的寫真 然後舞貴的造型 哎呦喂啊 這舞貴是誰啊 快認不出來了 我們也認不出來了 喜歡這一次的造型嗎 宇珊 非常喜歡 因為我們這次其實 五個人都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對 然後就是扮演 各式各樣的心機女孩 對 然後呢 所以每個人都有 自己獨特的風格 然後希望大家在看 我們這個 就是每一首歌 跟我們的歌詞本首 可以找到相同的自己 對 好 然後這個 剛剛演唱的這一首歌曲呢 不只是它的音樂 對 跟舞蹈我自己都超級無敵喜歡 對 然後這首歌是找到 MP魔幻力量的谷谷 特別幫你們量身訂造的對不對 對 聊一下這首歌好不好 呃 這首歌呢其實就是想要跟大家說 不用盲目的追求流行 對 就是你自己非常有自信 然後非常有態度 那其實就是你 最好的武器 嗯 對 就是有自己的個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 我們在配唱這首歌的時候是 很好玩的 對 就是會覺得跟 因為鼓鼓是一個 很 很能給正面能量的 能量的人 對 所以可能我們這句唱破音樂 他會說 沒關係 我覺得很好 再一個就好了 是 對 要聊這首歌 我一定要問問大圓 嗯 欸 在配唱這首歌曲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就是覺得 放鬆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私底下 本來就跟他是朋友 對 然後所以 你剛剛是不是頓兩秒 有啊 沒有 沒有 就朋友不是好朋友 好朋友 是好朋友 對 然後所以就是唱起來很放鬆 然後可能之前會比較壓力 遇到其他老師可能會壓力比較大 我敢唱出來 可是遇到他就是唱 高音的地方就算唱破音樂 你會覺得 無所謂 反而可以表現出自己的音的特色 對 而且好像就是給你們很多的空間 讓你們一直去試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這個 除了昨天的專輯發行之外 說真的 今天我跟他們 心情都很複雜 我們也是 對 明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對 因為這一次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有一個實境節目 然後是一個淘汰賽 所以明天 最後一次的積分賽 還會決定 然後明天這一場就是 到底知道誰是冠軍 誰要被淘汰之後 被淘汰的那一位 之後的宣傳活動 都不能一起參與喔 很狠耶 公司目前是這樣 對 我們說啦 我們可不可以大聲說 我不要喔 不要喔 五根手指不可以少一個耶 拜託喔 所以 我還說了啦 什麼資訟啦 我還沒聽過 因為我們 欸 和你聽了嗎 現場說 你大家其實都跟我們一樣很激動 對 所以你們自己 這個比賽 歷時了三個月 然後明天要知道最後的結果 飽兒自己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們都不太敢去想 這件事情居然要發生了 對 對 對 所以 就是先這樣吧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如果你再問一下 這氣氛就不對了 好 我也是啊 我們今天 我們好不容易得了一年 可以來台南南方公園 跟大家見面 所以今天就開開心心的 好 所以其實說實在話 淘汰賽舉辦以來 你們反而到後來是 希望自己可以把專注力 放在是當下的學習 對不對 是 就是自我的挑戰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就是 對 雖然說前面遇到了 前幾天的時候 是真的很失落 很低落難度 但是我們覺得就是 遇到困難 我們不可以卻步 我們要努力的 去證明給大家看說 我們五個人 其實都是很有特質的 都是很有能力 不可以少任何一個人 所以我們從這三個月 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我們都是用這樣子的想法 去做每一關的淘汰賽 是 然後這個 也在這一次的比賽當中呢 看到每一個人的認真跟努力 像 平軒這一次 哇 這個頭髮也剪超短 超俐落 對 然後也玩電吉他 對 也是要配合那個專輯的造 就是新精靈的造型 對 其實在那個 T恤裡面還有帶一個長指法 對 就想要比較陰深的感覺 對 所以真的我覺得讓大家看到 全新不一樣的 Pubble Lady 好 然後這個 我們一定會每一天隨時隨地 關注你們的那個動態 因為我們也自己很緊張 那今天呢 除了在現場為大家演唱這首快歌之外呢 這一次在專輯當中 還有收錄一首就是 有億萬票房的電影 我的少女時代的浪漫插曲 你說他 這首歌哇 收錄其中大家都超開心 因為 在看電影的時候就已經很喜歡這首歌了 對 Derry 何果嗎 啊 桃明明 桃明明 哈哈哈哈 今天又有忠實的影迷來到現場就對了 那 我們不能用那個歌迷的身份 就是 除了今天 呃 聽到你的舞曲之外 慢歌可以來一下嗎 可以啊 耶 那就是大和尚的小歌 我們下次大家用最熱烈的小聲 歡迎Pubble Lady 帶來的這首 你說他 耶